今天是毛澤東逝世三十五週 我今天一走進來這裡 我的感受就很深 三十五年前 約我是這個時間 我在這裡 那時候叫做瓊話酒樓 四樓 那時候我在這裡讀書 或者做事的時候 我經常來這裡吃飯 那一天是我中學一位老師李耀波先生 中學一位校長李耀波先生那天出品 我們送了他去長山環天主教墳場之後 就來這裡喝解惠酒 喝一下解惠酒 就有人打電話給我 毛澤東聽了改 那我就拍案不起 哈哈大笑 他就打電話回去報館 那時候我服務的報社叫做《萬人日報》 馬上將我一個星期前 整好的毛澤東死了的特輯 印號外出街 這個是三十五年前 小弟二十幾歲 風華正茂的時代 就是今天 九月九日 三十五年前 各位朋友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請問我可不可以問你別開人 因為出了新的國國處長 我知道 一會先 一會先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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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是二零一區議會選舉的記者代部會 謝謝 其他人 再來拍照 快點 拍照 我們自己拍照 來吧